已經去到凌晨12時半 知道下雨後大雪都是中招 但沒想過塞車的情況可以去到這麼嚴重 我相信如果再這樣下去 應該沒有兩點多鐘都不用指望回家 事實上很惡劣 我只看到有很多橙雪車、警車 一樣是全部封路 你會不會很餓 有個7-11 唯有立刻泊車 就立刻衝進去 飲剩這麼少 但現在開始想去廁所 前面的環境就是這樣 已經去到凌晨1時 究竟明早上我會不會回家 終於逃離了 終於回家了 差不多要十個小時 呦呦,這裡來到了 再一次 再一次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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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CAMERA 我是KLR的斯丹利 話說現在已經去到凌晨12時半 十二点半钟,我还在车里做什么呢? 其实今天我想跟大家作出一些报导 话说今天温哥华是第二次下雪 第一次比较轻轻 而今天第二次的确是比较大雪 刚才我也跟大家在Facebook做了一个直播 其实我今天是四点多钟做完东西 哇,今天好冷啊,好冷啊 但是没办法,今天要在户外拍摄 今天在一个叫Marinageway的附近 其实做完东西都是四点多钟 我就去大东华买了一些菜 是一些熟食的,譬如咕噜肉,炒猪扒 想着回家就不用做 因为我知道下了大雪都是中焦 都是有时间等的 但是没想过塞车的情况是可以去到这么严重 现在来到加拿大五六年的时间 其实都是没遇过的 甚至乎我有些朋友跟我说 他就说 在加拿大 几十年都没试过 可以令到整个温哥华痰瘫得这么夸张 这次真真正正令到整个温哥华 是好像痰瘫了一样 去到现在我这一刻十二点半钟 我仍然是去到Lurex的一个地方 Uptown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城市 但是远离家庭还是非常之遥远的 正常的时间 如果由我刚才所说的Maringeary 回到我家庭的话 其实大约 正常时间就是四十多至五十分钟 就可以回到家了 只不过到现在这一刻 就已经是七个多钟了 七个多钟 七个多钟头 我还在车上啊 简直是很痛苦啊 但是这次一个叫做经历 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上年拍了一个叫做暴风雪 今天是大塞车 来到加拿大呢 有一个活动是必须要玩的 就是铲雪 大家见不见这个实际的环境呢 真的从来没经历过 今次由我这个 由我亲身示范一次给大家 去和大家直击报导 其实现在也有点累了 不过这样 刚才就说 又买了一些菜 打算回家和他们吃dinner 那我一上车的时候 其实我就要按这个GPS 我看回我回家的时间 大概 他就说是六点半钟左右 都正常啦 因为下雪啦 塞一下车 其实六点多钟OK 所以我就叫Kioti 不如这样吧 你煮定煮饭 等我呢 买点菜 不用煮了 不如这样说 到时呢 开饭即可吃 怎知我一看这个GPS 由六点半钟 就变为 七点钟 七点钟又变为 七点半钟 接着又塞一下 又塞一下 塞的程度是可以完全不移 好像现在这样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 是大概 我现在在这个New West的Uptown 大概已经是维持了 一个多钟头 是没有移动过的 现在已经是 晚上的12点15分 最担心的是 有些人是没有油 或者没有电 怎么办呢 幸好我在开车之前 我是打爆了整个车的油 但是现在呢 我只剩下五分一 只是一个很短的路程 开着暖气 都可以没有了五分一油 下午四点半 五点钟 差不多开车 到现在这一刻 已经到凌晨的 十二点半钟 我相信呢 如果再这样下去 应该没有两点多钟 都不用指望回到家 或者呢 可能去到明早早 都不奇怪 事实上就很恶劣 我只见到 有很多的 橙雪傘 警车 以及救护车 就知道呢 非常之恶劣 以我所知 今天呢 在我这边呢 有一个叫Suri的地区 直接封了桥 第一 现在看到这个位置 就是我身处的位置 蓝色点就是我 是一个New West 一个城市的位置 看到有很多红色 一点点就是已经封了路了 除了过去Suri之外 就算过去Richmond 这边 一样是全部封了路 是不是很恐怖 你看一下路线 全部是红色的 还有 回家途中 那条高速公路 都是全部变了深红色 可能大家不知道哪里 但是需要过桥 所以在温哥华地区 有很多酒店呢 是全订阅 今天是否我都需要 找一间酒店去 拨订阅 住一晚呢 是不是会没那么辛苦呢 但是我始终 我也是归心似箭的 其实 但是到现在一刻 我想快 都是没办法 Anyway 怎样都好 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里 虽然大家有很多事见到 下雪那刻真是很美好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 我经常遇见大雪我出去工作 都不会塞车是可以去到这样的地步 证明了今次的影响力 其实都非常之大 是去到这个New West Uptown的位置 在室住这个位置 已经几个钟了 不过如果你说怕入油的话 没有油呢 这里也有的 入到晚上呢 又再大雪过了 多夸张 越来越大雪啊 不过其实我今天呢 我是入满了油的 所以现在是 还有 at least 都有7%的油 这辆车也不知道为什么会 射到这个引擎灯 我现在也有点点担心 但我仍然要靠住这辆车 对不对 所以我连车也不敢认识 有些人问我 喂 肚不肚饿啊 你会不会很肚饿啊 那话说呢 刚才我大统说 我打算买两包薯片 就放回家 那结果呢 我在车上 就已经吃了 这两包薯片 但是呢 有食物 其实还有些菜 我没理由拿着来吃的 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 吃得多又会去厕所的嘛 那喝东西又是一个大的问题 那刚才呢 我就没了东西喝 整个车没了东西喝 因为塞车嘛 刚刚停到一个路口位 有个7-11 那我唯有立刻泊车 就立刻冲进去 就买了两支可乐 现在是一支 就喝剩这么少 但是现在开始呢 就想去厕所啊 啊 你说真的好大锅啊 啊 虽然刚才说吃了这些薯片 真的有少少开始肚饿 始终我们都是一个吃饭的人 那或者一转头 可能真的要开车尾呢 用鸡球来吃一下 用咕嚕药来吃一下 那希望车呢 生生生生可以 安全地带到我回家 那现在前面的环境呢 就是这样 仍然是塞住了 在这个New West的 Uptown的位置 那唯一好处呢 旁边这里呢 是有油站 有7-11的 有什么事都可以进去买啊 你看到呢 这边是有 剩下多少 而左手边呢 引擎也不是很热 但是呢 我现在又亮了引擎 我现在都害怕的 我现在呢 已经去到凌晨的1点钟 我现在已经去到凌晨的1点钟 我现在排的位置 仍然是刚才我拍片的位置 即是这大半个钟头 是没有移动过 移动了几个车位而已 究竟我会不会今晚 可以回到家呢 应该这么说 究竟明早做我会不会回到家呢 哈哈哈 真是大碗啊 大家看到远远的车龙呢 正正就是一班 拥有着同一个目标 打算过桥回Suri回家的人 终于逃离了 逃离了困兽斗的地方 这条路呢 应该可以顺利回到家了 都挺危险 非常之多兵 真的不敢开得太快 现在呢 这里也看到一条路 刚才那些呢 全部都是兵 很恐怖 这里已经叫做 比较安全一点点了 全部都是烂地的 好 那刚刚呢 就回到家了 那现在呢 已经来到 2点54分 终于回到家了 3点钟 3点钟终于回到家了 又饿了又累了 那一会儿真的要洗个凉 前面这辆车呢 只有Summer Thai 现在它拍不了 哈哈哈 因为它是Summer Thai 你看看 本来呢 本来呢 这个是草丛 它已经挖得烂了 哈哈哈 它这个位置 已经挖得烂了 它的车 刚才呢 它的车实际上太低 它卡住这个车位呢 搞到车其实也很伤 听到嘎嘎嘎嘎嘎 车底真的不得了 已经挖得烂了 被它挖得 很难忘的分享啊 这个经历 那现在呢 已经来到2点54分了 你看到啦 下雪真是很漂亮的 下雪那一下 但是你看到这些 烂路 这些black ice 那其实呢 就真的不是这么个人的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为止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呢 那就记得也要给个like啦 那就记得有什么问题 下面留言再说啦 好啦 记得follow Facebook和Instagram 就这样 拜拜 就是keep warm 已经keep了7个小时了 那就是说你说回来的时候 回到现在都没回 咦 我有东西吃的 真的 2点半钟 吃晚饭 哈哈哈哈 你说错啦 是3点06分 3点06分 3点06分 我现在很晚睡 我见到你我就胃痛 你现在有没有怕了 开车呢 现在 喂 今天实力太累了 有没有怕了 10个小时 有没有怕了出门口呢 真的不得了你10个小时 为什么你这个碗饭搞到这样呢 本身好好的 为什么有碗你不要 我们放姜 哈哈哈哈 有热东西可以了 哎呀 很可憐啊 什么感受啊 整文 没啦 肚饿我现在吃东西 哈哈哈 哦哦 哦 啦啦啦啦 哦哦 啦啦啦啦 哦哦 啦啦啦啦 Making our Christmas memories I've been working so much lately I can barely find the time to sleep Yeah I spend my time running around Keeping people please But this is my favorite holiday It's a chance to start over new Cause I missed you so I'm letting go of everything but you These are the good times with you Baby this year It's just gonna be you and me Hang by the fire and chill Isn't this how it's supposed to be Making our Christmas memories zitten And seeing you and me isn't saying to that